在日本相铺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运动,别看相铺选手一个个都长得肥头大耳的,账相也是很丑陋,但是在日本他们拥有很高的地位,是属于日本上流社会的人,外表从来不会成为他们寻找另一半的阻碍。 相反他们在日本是非常吃香的,很多女艇都想嫁给一名相铺选手,最近日本的一名名叫贵景盛的相铺选手火了,然而日本望年却被他51岁的母亲所吸引,网友直呼,这是亲生的吗? 最近在日本九州地区举办的相铺大赛中,贵景盛首次夺得了冠军,贵景盛能够夺得冠军却是非常不容易,因为他的身材相对于其他相铺选手而言有些矮小,而且从小身体就很柔弱,好在通过他自己的不断努力和艰难的参加各种比赛,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了起来。 才使自己的动位仅仅达到了小节,也就是相铺运动中还在第四等级这样的级别,所以比赛之前他并不被人们看好,在板奖典礼的合影中,贵景盛单手,拿着巨型的奖杯甚至霸气,但是人们的目光就被他用手边的一名女子吸引,不明真相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那应该是他的妻子吧,但是事实那是他的母亲, 而且他的这位母亲已经51岁了,身穿白色毛衣头发皮肩的他非常端庄的坐着,怎么看都是一副大家闺瘦的样子。 此照片流出后,在日本网络上炸开了锅,网络上的话题似乎已经遗忘了,这位获得相铺冠军的相铺手,贵景盛和他的妈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所以网友不禁发问,这真的是亲生的吗? 这也不免让人们好奇,原来对于儿子成为一名相铺手,他是非常支持的,虽然最开始父母是想要让他上学走求学之路,但最终他们遵从了孩子的意愿,而且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孩子完成梦想。 所以他也是全程帮助自己的孩子强身健体,每天为贵景生做营养餐增肥,几十年如一日,如今看了自己的儿子终于圆梦,相信他的心里也是开心的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